第五波疫情嚴峻 當中不乏小童染疫 截至2月28日 累計1,939名17歲或以下 確診兒童及青少年住院 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 講座教授劉宇龍就說 分析其中1,300個住院病童的情況 有大約12%出現發燒和抽筋的病徵 形容比例都不低 另外大約有7%的住院兒童 上呼吸道受到破壞 導致氣管或喉嚨受損 幻想思考症 劉宇龍就表示 兒童受感染後 主要反映在喉嚨和氣管 而不是在肺部 建議政府應該儘快做好分流管理 安排兒童儘快住院 或者在社區得到合適的支援 另外他又提醒家長 應該留意兒童有沒有危險病徵 例如在抽筋或深呼吸時聽到嘻嘻聲